在1983年全国象棋团体赛上有一盘棋非常的哇塞 招法有些意想不到 红方象棋大师钱鸿发 黑方东方电脑柳大华 80年代初柳特大正直巅峰 两冠在手终结了胡思定的十连霸 这把结果如何呢 列位请看棋盘 一上来钱大师走当头炮 柳特大跳马护中足 红方正马黑方七足 红方出具 黑方出具 进具过河 平风马 七兵 一个常见的开局 黑方这把平炮对局 红方当然不换平开 黑方退鞭炮 红方马八进七 对手四四进五 这个布局全名挺好了 我先吸一口气吧 中炮过河局 护进七兵队 平风马平炮对局 红七路马队 黑退鞭炮上右势 四郎一天只能说一遍 第二遍就上医院了 咱们继续吧 红方左马盘河 也有平炮量剧的变化 上马的话选择就很多了 踩三足踩中足 或者马六进四踩他 这黑方给注意 哎 当时先平炮啊 给他赶走 右边没地方 只能往左闪 黑方在补向 也有补三向的啊 钱大师拆中炮 也是要补向 柳特大身炮过河 这不是要打兵吗 补向 对手呢 还是打兵 现在黑方已经集结 四个大子在一侧了 红方先出个局 黑方也出局 进炮过河 黑方充足过河 红方进去抓炮 这里咱们可以学一下 柳特他不退炮 他平着走 考验红方啊 你要是吃足 我就气炮江 你不踩我就分边嘛 你踩了 我就下底炮 因为你的中向走了 这一江啊 没准红方就会上帅 那黑方进去点一江 再吃马就行了 这是这一路变化 实战前那时 没动中向啊 他去进攻 上马吃足 黑方进炮 只要一有机会 就分边下底什么的 先到红方行齐了 要是进炮卡向眼 然后马踩中向 黑方可以通过出老将化解 你要直接踩中向 这棋呢也不太可取 黑方吃马 红方打向江 出将呗 然后把这鞠一队 那红方就得退回来防守了 防啥呀 平炮分边呗 红方用鞠拦截 这炮就不用逃 跳马踩红方这个 比如说一躲 黑方还能跳 给这鞭炮加根了 这棋还是黑方好走 这个位置 前大师走的是炮八进一 他也是为了塞向眼 接下来就是跳马踩鞠啊 同事还能卧槽 那还了得吗 黑方赶快来一击 平炮打兵 让这马不能跳 这里红旗再次进炮 要抢取黑方的中相 这里出将呢 可以 黑方走的是近鞠 就是说你踩相 我就抓炮 红方当时没敢出手 用相吃的足 先把这个隐患消除了 东方电脑平鞠抓炮 红旗平一步 再来一招近鞠抓马 连续的先手 含蓄有力寻求突破 这里红方是落相 把鞠挡住了 有小细节 这里可不能补这个啊 为啥不能走 各位可以暂停想一下 我只能说红方丢子了 三 二 一 开枪 黑方有一个妙手 下底炮 有点意想不到吧 首先你红方不吃 那黑方可砍底式了 你要不是呢 黑方砍炮 红方用试吃鞠不合适 这个鞠呢不能前进 那只能去吃炮 那黑方退鞠就行了 这炮阵亡了 把这个顺序变一下也没用 不补吃了直接吃炮 那黑方吃啊 关键他跑不了啊 你也不能这样啊 黑方捉马 一个小陷阱 然后回到实战啊 红方是落到这个项 这就没有得子的棋了 黑方进一步拘 打中向得管呢 你要是再飞走 黑方又捉马 红方只好跳上去 这马一走 黑方又起飞了 下底炮江 这一江 红方没有经得住考验 走坏了 正招应该是落相 现场补的是 这是个随手棋 感觉上把鞠挡住了 挺好的呀 那就往下看 黑方平炮打兵 叫杀 下底就死了 红方只能出帅 就在这时候 柳特大来了一招 指点江山 大刀弯心 这一手棋 红方没料到啊 那不管怎么着 也得吃啊 黑方重炮江 上老帅 紧接着平炮打狙 得回狮子 没完呢 这狙一死 红方炮没跟了 只好放在循和 用马来看守 下一招 黑方进了四部狙 你要直接抓炮吧 这手棋可以 但是不能吃 红方会这样 你只能走别的 吃炮就坏了 人家会下底炮江啊 电视丢鞠 飞向的话 那又踩中向 这不是登了鞠吗 黑方一朵 红方给这马吃了 那这骑红方又大油了 不行 实战 黑方退炮江 称势 然后进鞠巡河 非常的老练 看住了红方这匹马 对手也没敢说 七马抢攻 那种呢 也确实不成立 实战往这边跳的 柳特大 平炮打马 马一丢炮就没 红旗呢 没讨炮 不想放黑方的拒进来 他是退老帅 柳特大师真能沉住气啊 不出手 冲鞭足 红方自己都忍不了了 退居招炮 心说你赶快出手吧 黑方这回打掉 红方吃炮 黑方吃炮 往下看 红方平局捉底炮 这搁谁都要平一步啊 柳特大片步 平两步 放在巷口送给红方吃 对手一看太嚣张了 用中相一顿战争践踏 其实我说实话 你不吃炮也没什么好奇 可走了 下面呢 黑方就开始收割了 学名叫死亡镰刀 首先吃兵抓炮啊 这唯有赌 黑方砍向江 上来 再吃个底下 你看黑方弃掉一个炮 局面瞬间就明朗了 这狙双马三个足 能进攻的呀 红方只剩个单式了 你虽有狙马炮 能守得住吗 我看够呛 往下红方进狙 黑方退狙给马一夹 这里面就有手段了 红方啊 应该是把局放在中间 当黑方冲中足的时候 红方可以用马来踩 这手棋呢 也是没走 实战炮八平七顶马 那就不好意思了 来 音乐起 此时黑方足舞进一捉马 只有一个点跳到边路 最后柳特大马踏飞燕 一招毕命 好了走完这招前大师认输 怎么回事呢 因为现在黑方唯一马能吃他 往上跳能抽狙 这马还不能卧槽有局来看守 比较好的招法是吃鞭足 这样的话黑方踩马也是优势 最好是往上跳 红方一躲摔 黑方在落相踩马 那不想死 只能说往这蹦了吧 那就简单了 黑方送足 红方一吃 黑方回马一蹬 这个棋 红方就退局防守 黑方再一跳 全军出击 红方投降也是明智的选择 这就是这盘棋了 有一点点收获就帮四郎点个赞吧 好了下期再见 白方